Hello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很多小伙伴在用OBS这个软件来露屏 或者制作一些其他的直播 像退优直播那些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会遇到一个困惑 就是说怎么能把你在直播当中 讲的话 及时的给它翻译成字幕 给它形成字幕 显示在你的节目当中 那这一个问题的话 我现在来帮大家解决一下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办法 就是可以在你直播 或者露屏露播的时候 把你讲的话 及时显示在你的显示屏上 及时的就是从你的OBS直播当中 推流甚至推流直播当中 奉献给用户 然后让那些听不太懂的 或者说听不太清楚你讲话的人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字幕 了解你所讲的内容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打开网页 大家看到这个上面 我现在正在说呢 它现在已经是 已经是在及时的 跟我录 然后同时就转移一个语音文字的形式 转移一个文字的形式 当然的话呢 这个就像我们微信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一样的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延迟 也许是零点几秒的一个延迟 不是那么的同步 不是说这个百分之百及时的一个 当然它这一个是 它的原理就是采集我的这个麦克风的声音 然后通过它网站的加工呢 然后又显示出来 翻译成一个中文 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用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网页来讲 这是一个英文网站 是一个英文网站 那没关系 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一下 翻译成中文减起 OK 当你第一次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提示 就是说要不要允许 要不要允许它用这个麦克风的功能 你看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以后呢 这个地方好像就 这个地方 就不同步了啊 这个地方就不同步了 我讲的话它就不同步了 对吧 好像慢了半拍一样的这个地方 是吧 你看我再把它换成 我再我再给它刷新一下 刷新成英语的时候 你看 现在是英语的界面 然后这个讲话就是很其实的 对不对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以后 反而不太好 没关系 我现在只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翻译成中文好看一点 那么第一次打开这个界面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选择 就是让你是否允许它调用你的麦克风 大家也看到我现在正在用的时候 大家看到我现在正在用的时候 我鼠标指的这个地方 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我鼠标指的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麦克风的一个按钮 那点开以后 这边是我已经允许它使用了我的麦克风 不然的话 我讲话它是听不到的 它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你这边随时可以终止麦克风的调用 OK 它的使用方法其实是很简单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一边 这一边是你字体的颜色 你想要显示出来的字体是什么颜色 你就在这边做一个更改 那打比方我现在要用粉红色 不行 这个翻译成英语以后 我还是弄成英语给大家讲一下吧 OK 那我现在把它翻译成这个颜色 你看它就显示这个颜色 对不对 紫色的紫红色的 那我显示成黄色的话 你翻译出来的话 它就是黄色的 那我一般比较喜欢蓝色 因为比较清晰 跟背景形成一个宣明的对比 是吧 让客户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感 让观看者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感 对不对 那我再把它翻译成英文看一下 翻译成中文看一下 OK 它的使用方法来讲 第一个就是启用麦克风 那你打开网页的时候就会启用的 对不对 第二个来讲的话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网页 有一个网纸 有一个网纸 那么你在OBS这边 你录片也好 录播也好 推流也好 你要把这个网纸弄上去 它才会及时显示网页这边的一个 你讲的话的一个内容 那直播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打开这个页面 因为它是它是在线的 在线的 并且的话你电脑一定要有网络 但网的话也不行的 对吧 然后这个页面就会捕获你的语音揭露 并通过这个将字幕传送的OBS 那你假设不小心关闭了此网页 那你必须在打开网页的时候 你这个网址要重新安排到 你的OBS里面去 因为这个网址你没打开一次网页 没刷新一次网页 它就会变一次的 大家特别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下面的讲解呢 我就 上面的讲解 大家有空来自己看一下 自己就看一下 那打比方像这一个 像这一个节目来讲的话 主持人正在讲话 上面就是显示一个即时字幕 搞不好或许它就是用了这一个在线的 当然他们电台什么有更高级的东西 有更高级的 那我们就不去探讨这个事了 OK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 在OBS上面 然后怎么样在OBS上面 把这个贴上去 即时显示一下 OK 我们还是让它发信一下 让它回到英文的网页这一边 这一边的话显示比较即时一点 这个字体显示比较即时一点 OK 我们打开OBS 大家看到我已经这个 我已经在场景这边 就是采集了这个选择器 这个选择器的一个网页 大家看到我OBS上面的这个字体 这个字体 这个地方的字体就是网页的字体 是起始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但是这个是网页上的字体 假设我们OBS这个采集员 不是这个网页的时候 那这个字体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用在其他网页上 也把这个字体同时的显示上面 就是我在讲它上面就显示我讲话的内容 OK 那在场景当中 我们这边点加号 点加号 这边新增一个浏览器 OK 我们新增一个浏览器 然后这一边点确定 确定以后 我们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网址 OK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完了以后 把它粘贴在这个地方 粘贴在这个地方 然后确定 那OK 现在大家看到了 这个地方的话 OBS的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什么 就出现了一个文字的框 大家看到我可以随便拉到哪里去的 都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也是其实的 我讲什么东西呢 它这边就显示什么东西 对不对 是一个其实的 当然延迟的话可能是零点几秒的时间 这个没有办法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这一个屏幕的字体 你可以 大家看到 可以在这个OBS屏幕的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拉大缩小 大家看到 这里可以把它拉大缩小 拉大以后 字体大一点 缩小以后 它字体就小一点 对不对 这个可以自己调节的 那你可以 真的在直播当中还是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放到某一个角落 合着怎么样 这个自己安排 这个自己安排 非常的好用 然后的话 我跟大家歧视一点的就是说 你在用的时候 你就打开这个网页 你不用的时候 我建议你把它关掉 不然的话网页一直打开的时候 那搞不好漏到你跟你女朋友的敲敲话了 那就不太好 因为这个网页 我也不知道它 它背后的服务区会不会保存 你其实讲话的内容 包括我现在讲话的内容 我是搞不清楚的 对吧 所以说你不用的时候 尽量把它关掉 OK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